我国的土地范围是特别广的 人口是最多的 在去年的时候 我国的人口数量就已经接近了14亿了 在近些年里 我国开放了很多政策 那么等到2048年的时候 我国的人口会达到多少呢 专家的话令人难以接受 可能很多小伙伴听到这里时 就觉得等到了2078年 我国的人口肯定会增少的很多 有可能会突破16亿 但专家听到这个问题后就表示 我国人口会迅速减少 只剩下7亿甚至是更少 专家这样的话 让人们难以接受 其实出现 首先现在的年轻人 结婚时必须要买房买车 这对一些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的家庭来说 是特别困难的 然后就是结婚之后 必须要不养孩子 孩子的奶粉尿布 上学前的特别高的 这给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不愿意结婚 不愿生日 现在我国的婴儿出生率 正在慢慢的降低 老年人越来越多 随便的不断流逝 我国的人口肯定会出现下降 最后就是再延 我国并没有过多的规定 家庭里可以有四五个孩子 但现在 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那这样人口数量 肯定会有所下降 所以等到2048年 我国的人口 很有可能会降低一半 甚至是更多 这对于我国来说 是特别严重的 我们必须剪接这件事情